D3 迷宮 D3 迷宮 D3 迷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熊 今天來繼續玩《玻璃迷宮》 的第四個 這個是《永恆跳躍迷宮》 技能點我是這樣點 建議先把這個跳躍加三點出來 阿如果你有點這個夾翼之後 第三就不用,就可以長置 先點上面這一條 然後 這是他的細項 第一條是 注重在單跳為主 然後再點第二條 這一條是 比較好加分啦 然後就用這一組 然後就一直是單跳 第三次單跳的時候 會有額外的分數 所以就單跳為主 當然也可以點其他條那個 技能啊 技能數 點其他條的話就是要一直 瘋狂的跳躍 阿如果跟我一樣喜歡單跳為主的 就用這一條吧 分數也不錯 好 剛剛一開始會說需要先點加三 是因為 一開始不是有藥水嗎 那別人如果沒有加三的話 會吃不掉 應該說加一就可以了 可是 就要先點出來就對了 然後我點第一條 這個 跳躍40次會 拿到一個 護盾 所以撞到沒有關係 第三次跳躍真的是 蠻高分的 然後單跳也有60萬 66萬 分數很高 這樣就不用 像其他條路線 需要一直跳躍 反正就是一直跳躍就對了 然後這邊 我本來是想要破盾啊 還是算了吧 我不知道我的盾牌還剩幾個 不要消耗到那個 菲蕾彈簧鞋的盾牌喔 他會 扣那個 彈簧鞋的分數 所以只能 破那個 技能數的盾牌 跳躍分數比吃 基本果凍高太多了 所以就 以跳躍為主 然後 如果 有那個 大量的熊熊骨洞也要吃 不要全部都不吃耶 這樣 分數不會很高 這邊要小心一點 如果這邊很容易撞到的人 前面就不要 消耗太多盾牌 前面就不要 消耗太多盾牌 前面就不要 消耗太多盾牌 所以 這邊 這邊如果沒有跳躍加一的話 就算搭配 菲蕾彈簧鞋是吃不到的 最上面奶品會吃不到 所以一定要先點一個 技能數的加三跳躍 或者是 或者是 加一跳躍 這邊要先吃一個巨大花 然後等 巨大花快消失的時候 再去吃第二個 就不用每個都吃 那麼就是以蛋跳為主 這組 這組前期跟後期都蠻適合的 可是如果真的要拼分數的話 要用那個 忍者 可是忍者的話 技能數就要點別跳了 因為它是以多跳為主的 看寵物會不會發動 寵物 有 寵物有發動 這樣一棒是 六億分 這一個迷宮的分數 沒有到之前的那麼高分 前三個比較高 哇 那我這場一定可以破紀錄 這場應該是蠻高分的 如果你 兩次單跳之後 搭配一個 二段跳也是可以的 因為你還是有 一個 一段跳嘛 可是如果你 一個單跳 然後再一個 二段跳 再一個單跳的話 就不會有 額外的加分 熊熊古動也是蠻高分的 就 先吃 已經 新紀錄了 這場跳蠻多下的 我剛好發動 這麼鎖線 OK 它有兩下鎖線 OK 它有兩下鎖線 感覺這場可以 十億分耶 應該可以吧 九億分 欸沒有沒有 我已經 我已經復活了齁 那應該是九億分 這邊有藥水 應該可以九億分 九億多 這邊我不太會吃 哇 掉下來了 可以九億分 十億應該是不可能 殺太多了 OK 也是很高分啦 九億兩千五百萬 這樣剛才解完了 對 SS加 分數還不錯 這樣我又拿到一個 技能點 然後回憶隨便收集完了 大廳等一下 那我 就點 可惜啊 我的 螢火蟲沒有點 沒有吃到 這是 新的 排行榜組合 我來試試看好了 第一個應該是 怪怪的 看後面的 寶物要換嗎 不要好了 就 用 這一組 來試試看 他應該就是 一直快速跳躍跟 跟 滑醒 去觸發那個 他的 魔法糖技能 就這樣子 可是我的手術 沒有到很快 我看人家點得超快的 那個數字一直噴 可是我沒辦法 沒有到很快 可是這樣子沒有辦法觸發 三次跳躍就加分 等一下我改一下 重置一下 最後一個不要點好了 他沒有那個額外的加分 然後點這一條 這樣可以點到 補血的 還有跳躍加分 可以 快速跳躍加 跑法就跟剛剛一模一樣 就是 快速二段跳加 滑醒劍 這樣會無敵喔 就 不用怕撞到了 我記得我看人家跑的時候 那個 藍色盡量條都不會消耗掉 我都好像 消耗蠻快的 那我等一下如果 可以單跳的 我就選單跳好了 然後 比較困難的位置 再用 魔法糖技能 欸 這樣好像蠻少的 可是你看那個 跳躍次數加很快 又快沒了 又快沒了 這邊先跳了 累積一下他的 能量條 他 這樣快速跳 有好處就是 可以一直解完任務 可以拿到那個 步屏跟分數吧 就是那個 糖玻璃給的獎勵 分數好像沒有想像 怎麼那麼高分 他們應該還是 點超快的吧 我覺得 整個上去好了 不是啊 那個第一名 那分數怪怪的吧 十九億分耶 欸 啊 我的 螢獲蟲 跟他有仇 這個玩法比較特別一點 就 斟酌使用吧 這個玩法比較特別一點 不然就是 用前面那組就好 黑莓跟 忍者 想要簡單一點就是用 黑莓 然後困難一點就是 忍者 然後特別一點就是這一組 我好像要慢慢抓到 這一組的訣竅 唉 應該是我點的不夠快吧 我看他們點超快 那個分數一直噴 可是我記得他 他不是點太快不會有分數嗎 很奇怪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 突破系統限制的 他可能是在 SAO裡面吧 可以突破系統限制 對他這樣我應該是 沒辦法破紀錄了 反正說可以11分以上 我的盾應該是剩很多啦 因為剛剛前面 那個誰 雙餅完全沒有用到盾牌 這樣看起來好像還是點 3跳加分比較好 因為後面用的到 欸竟然沒有盾牌了 用太兇 這樣跳躍分數會減少一點 這樣子跳躍分數會減少一點 可以8億分 沒問題的 9億應該是沒辦法 9億應該是沒辦法 我這邊真的不太會吃欸 可是那個JEN 沒辦法讓我練習 JEN太少了 比黑麥少 1億分 沒錯 就是這樣子 他們的分數怎麼那麼高呢 這樣就可以開 隱藏的迷宮 就是 這是SS加 然後 第三個是 SSS 這個是 SS加 全部都是S以上的話 就可以開這個 隱藏的迷宮 它是 秘密迷宮 它是秘密迷宮 不知道 內容是什麼 那我們去裝 剛剛拿到的 大廳 一個 燦爛的玻璃迷宮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換成 月光好了 好像 換個動作比較好 然後這是它的 特效 點旁邊之後 它就會 閃亮一圈 然後音樂也不錯聽 就是這樣子 好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喔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讚 訂閱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離開 出發 出發 到